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神德是2024年 第一次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上一次见面是去年了 这个是新历年 我们也将迎来旧历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 一切吉祥 合家平安 那我们迎来新年 那佛呢 是我们的表率 他是最好的老师 儒家我们以孔子为表率 佛家以佛陀 老上也是指导我们 学卢要学孔子 学佛要学释迦摩尼佛 那这些教诲啊 其实 有很大的 受用 在哪里受用呢 我们在教学的现场 会有很多境界 这境界现前呢 假如是佛陀 他会怎么做 假如是孔子 他会怎么做 佛是柔和直子 瘦瘦众生 孔子也是温良 公俭浪 我们能在一切境界这么思维 我们就不容易顺着自己的脾气 去处理事情 所以老上讲的法 是药 叫法药 用在哪呢 用在 我们的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接物 这个就有很大的受用 像佛陀 有一部经 这个经名呢 应该是授心碎经 我们将接受迎来 新的一年了 佛也很会 掌握机会教育点 然后普行菩萨也会掌握 我们每一次晚客 四日已过 命意水减 那是普行菩萨 在一天的因缘当中 来提醒我们 一天不能功过 好像一位高僧 他每一天都很精进念佛 结果每一次到晚上 他就流着泪说 我今天又空过了 所有的人听了 都很感动 也很惭愧 没有他那么精进 结果他居然他还觉得 他空过了 这佛菩萨 都教着我们 甚至都表演给我们 看了 提醒我们 那佛 带着弟子 要迎接新年了 佛说我们现在将迎接新的一年了 那我反思 我在这一年当中 有没有脑害众生 老婆常常说 有没有人因我而生烦恼 这个是持不杀戒 我们修学 持戒为本 我们在课程当中 常常提到 宝贵大师的净盛名 这四点 就掌握了整个修学的重点 所以祖师的智慧很圆满 他虽然只想了四点 他还是圆的 所以我们观察祖师 他们的智慧 行仪 觉得有智慧真好 讲四句就是圆满 你看 应光大师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河 短短一段话 很圆满 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辅学十愿 在里面 其中 持戒为本 持戒才能得 清净心 我们不让人生烦恼 我们的心才能安定 我们常常伤到别人 这会有因果 你看从事杀生的人 杀害众生的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业是不断在积累 不是没有影响他 这天地是好环 所以我们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所以 不跟众生结恶缘 有众生因我而生烦恼 老婆说 这我们要反省 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入菩萨境界 但是我们以菩萨为目标 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上欢喜心 所以佛 首先我在过去的一年 有没有脑海别人 我的身口一眼 有没有造作罪业呢 带头反省 反省 对一个修行很重要 对一个孩子 很重要 影响他的一生 一个孩子养成反省的习惯 他能成长 一个孩子不反省 他夜战会越来越重 这差别是很大的 突然有同学出了状况 我们没有动气 心平气和 抓住这个机会点 跟孩子们一起思维 现在这个状况怎么避免呢 透过这个孩子 让大家都懂得 在事情当中 反思 当然这些机会点能抓住 首先我们老师的心 要很安定 假如心里面放了一个东西 哎呀 我这教学进度 快赶不上了 快赶不上了 假如心里有这个 这个压力的时候 你看到学生出了什么情况 我已经时间不够了 还给我 抹这出来 还给我搞 这个机会出来 太激动了 台语都出来了 那这个机会点可能就失去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想想了 我们自己都读过小学 读过初中了 我们那些岁月当中 留在我们心里的是什么 是老师及时的关怀 是我们犯错了 老师没有责备 来指导我们 那个印象都会很深 我看大家有印象 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教我算一体数学 我看应该这些东西 比较不会留在我们内心深处 而这些老师所展现的做人做事 有可能是伴随我们一生 我五年级的时候 四年级成绩都很糟糕了 就因为我五年级的老师 他很有善巧方便 因为我母亲跟我同一个学校 我老师就问我母亲 儿子情况怎么样 我母亲说我这个儿子很爱面子 你看五有一法不是我法 我们老师也够厉害的 可以用我爱面子 出了一招 到了学校 同学都不是很认识 刚被我们那时候是老师站在前面 接下来念到名字的同学 到这个老师前面来 你们是五年七班 然后就念念大家来还不大认识 还很胆怯的 怯深深的 后来选班长 我提名蔡里序 其他的里面提名 还是民主的 可是谁都不认识谁 又是老师讲的 我是当选 因为在小孩的心中 班长等于什么 班长考试考15名20名 那怎么能看呢 你看 就用了个善巧方法 我就从来没有跌到第三名了 要不第一要不第二了 你看老师有善巧方便 很好很管用的 所以我现在也很敢用 因为我以前被老师这么一用 潜能有发挥出来了 包含在推广传统文化 也得到老和尚信任 老和尚也很管用 很敢用 我现在想一想 哎呀 显向还生 这个也是感激老和尚信任 知遇之恩 所以 我们自己人生过程 我们自己求学阶段 其实我们当学生 也得到很多起诉 现在我们自己转化角色 我们是老师 所以 这个建立反省的态度 对孩子一生非常重要 前世不忘 后世之诗 人往往遇到错误的时候 容易陷造情绪 这个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关注呢 孩子心理的素质 那他心理素质好了 跟成绩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们从根本上改善 不只是考试的问题 方方面面的问题 心是根本 假如我们只在乎成绩了 那我们的心已经有偏了 那孩子这些机会点 我们可能看不到 然后又因为太在乎这个成绩了 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我们有太在乎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住在真心 执着点产生了 那就很容易因为学生成绩不理想 情绪就上来 我们以前念初中的时候 被老师打 我不算打得厉害的 但是就是这种场景 太多了 老师很容易因为成绩就动气了 好 所以这都是自己走过的人生 要引以为戒 好 那掌握得了情绪才能掌握未来 首先是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道业 我们教书的姻缘 积功累得了好机会 助育英才 逃离满天下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李校长 他一生都在教育界 我们去拜访大学研究所 那个研究所所长 他的学生 有一天修水电 结果进来 人家叫他李老师 吓了一跳 他以前教过的学生 而且有可能你教的学生 以后他也当老师 甚至有当教授的 甚至有在学校教书的 有可能我们的精神 就沉传给了你教出来的学生 那我们的精神 长存 所以曾经听过 有人去世了 但是他还活着 有人活着 他却死了 为什么活着死了 行尸走路了 那这一点 引导学生 立志 太重要了 人没有志向的时候 在现在的生活环境 诱惑太多了 他很难不陷入这些 武裕 先入打电动玩具 看这些 杀造勇望 那 他接触这些东西 他的魂魄就一点一点都 都散掉了 魂不守舍了 而有志向的人 他就有一个方向目标 所以越找立志 那是越好 心理素质 才能面对这些诱惑 所以 这个 我们绝不希望 自己的学生 陷到这些欲望里面去 我们现在的教导 对他们来讲 其实很重要 那我们当老师 到天下英才而交之 那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怀念我们 有很多的人 把我们的精神 沉传下去了 所以老和尚是我们的 好榜样 我们当老师的榜样 老和尚远及了 一定有很多弟子 在以他的志向 为志向 以他的行仪 来效法 他的精神 长存 世间 这样的人生价值 是每一个人 都很值得去追求的 尤其在这个 功利时代 老师真正的爱护学生 他一定可以感觉到 他一定会把老师的爱 放在心上 今天我 见了一些 十几年前 认识的小孩 他们当时才五六岁 大的也可能七八岁而已 今天聚了二十多人 很多我都认不出来 真的女大十八遍 认不出来了 反而是那个 长相跟小孩差不多的 比较认得出来 但是都有点娃娃脸 结果有一个同学就问了 他说我写论文的时候 在读大学 结果 电脑当机了 我写了好久 白写了 那这可能 每个学生都会遇到 这就是心理素质 在哪里锻炼 那可能 他假如看到这个情况 就一直在那耗悔了 他情绪就陷在里面 其实出错的情况 从小学就会了 这些都是机会点 你现在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 怎么避免以后有这个情况 那他就懂得在每件事当中 继续教训 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 请问询书之耀这一句 是不是大学的时候才学 这个当下就可以用了 那是一种原理原则 不是石板的 小学学圣学 根之根学做人 中学四书五经学做事 大学学为证 群书之耀 那是大概 你不能把它石板 你看佛陀 阿涵十二年 方等八年 他也不是死的 请问佛陀在阿涵的时候 有没有跟人家讲念佛法 刚好有遇到原成所 可能有讲 他是一种大的原则 但是也都会有 那个机会点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会应激说法 应无所住 老师不能常常脑子里 我现在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你就不能随缘就方 先要放空 心只有佛号 这就应无所住了 就可以应学生发生的情况 而生其心 那我跟这个同学讲 你下一次 就记住了 可能写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就要赶快 存一次了 你要用方法 不要再有这个情况发生 再来你懊恼 只会浪费你的时间精力 你要面对现实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不要闹情绪 而且说实在 你已经写了一遍了 你重写一定会快很多了 不要陷在负面情绪里面 我给其他的同学说了 他虽然是问写论文当机了 那你们听的时候 不要说我没有当机 他是面对一个突发的事情 你们也都可能会面对突发的事情 你要能安定心 在当下去面对 要接受它 不能在那里 哎呀我怎么这么早梅 所以人要能掌控自己的情绪才好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 好 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有孔子为榜样 有佛陀为榜样 老和尚为榜样 有很多古圣先贤 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真的善学了 听到他们的行语 教诲 我们有放在心上了 你遇到事的时候 那个教会会浮起来 甚至于他的影像会浮起来 看 这个我们有同修都回忆 在老和尚身边做事情 有点着急了 小跑步了 老和尚说慢慢来 慢慢 有可能你在着急的时候 老和尚那个影像浮起来 慢慢来 我们有一个同学 刚好最近半班来的学员 重感冒 刚好跟他做同一间法 他照顾他 咳嗽咳得很厉害 他就脑海里浮现了 以前学过 德语课本 剃篇 雨滚示意 雨滚 他们那个村落 瘟疫了 结果 很多人都死了 他们得要避瘟疫了 他的哥哥已经感染 那大家要走了 他说我不能走 我要留下来 他觉得 不忍心看哥哥这样死去了 留下来照顾了 没被感染 他哥哥也 被他照顾 健康起来 他说 当时候在照顾这个 学长的时候 还在想到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常常 读读这些德语故事 以他们为榜样 往往可能在境界当中 他们的影像就会浮出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 能常常浮起老和尚的影像 我们是跟他老人家学的 他是怎么做的 所以老和尚的身教 这部书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自己医职的老师 他怎么把 辱世道的教诲 他真正用在他的 生活工作 所是在人介入当中 那上一次我们谈到 这个犯爱众当中 这一段应该是讲到了 善相劝 何皆见 过不归 道两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弟子归当中 跟言语的修养 有关的句子有多少 超过四分之一 他要三分之一都有 所以孔门四科 得行言语正式文学 言语很重要 那这位老师 这个礼拜 我们又过了一个礼拜了 我们每一次见面 就是礼拜六了 前面五天教学已经结束了 请问大家 这一个礼拜 这五天 有没有 在教学的现场 你指导孩子 言语的 存心 言语的方式 言语的修养 五天不可能 没有出现这样的机会点吧 可能 大家带着学生 这个言语的修养都很好 没有出现这些点了 假如有的话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又开始练禅定了 不能用错地吧 还是你们放下的功夫 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 我没有放在心上 你没放在心上 该出来的时候会出来 这是正常的 你假如过去的都过去 都想不起来 这叫健忘症 这个不能强人所难 随时要走好自己的心 不能着在相上 怎么没人举手 这个叫左相 左相就会动情绪 所以不娶余香 我今天也跟这些年轻人说了 我说孔门有四科 他们都知道 以前都读过论语的 他还能德行 言冤 名子迁 男伯流 重工 言语 宅我子供 这都会被 我请问他们 你们曾经有花过五个小时 来学讲话的 有没有 没有 我们背的东西 有没有领悟他 有没有 重视他 然后转成行动 你看我们教书 言语很重要 我们有没有深入学习 我们有深入 我们才好复念 学生言语的修养 好 那这个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句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这个同学啊 好朋友啊 甚至是亲人 有了过错了 我们应该有责任 这五轮关系都是本分的 应该 敬一份道义 劝他 不能姑息他了 那他可能那个 坏习惯就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要了解 身体的病 越早治越好治 行为 心理上的病 过错 越早改 越好改 过久了就不好改了 那从朋友 我们想到了 已有辅人 那这个朋友有辅助 彼此道德的一个责任 好 那这个 善相劝 彼此的德 都能有所提升 博皆见 有过失我们不归劝 我们就是朋友之道 那朋友有可能更堕落了 那这个 论语当中 也有我们跟朋友 劝谏 要注意的点 比方 忠故而善导之 不可择止 无至如焉 朋友有过错了 我们 用这个 忠故呢 在 仁以讲要是提到 以 是非 观念 什么是是非 能 这些正确的观念 来 劝告 朋友 像老二上说 扎三根 这三根就是是非 正确的判断 善导 是以善道 引导朋友 使善业道 还是大学之道 如下道 不可 就是朋友 不听从 这个不能攀缘 强求 到时候 适得其反 要随缘 你一强求 就不妙了 随缘 才能妙用 否则 你太强求了 对方恼羞成怒就不好了 那就 无智 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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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搞得不愉快 造成 朋友疏远 你 这个就是 辱 甚至 严重一点 骂你 这样就不好 那我们常常在讲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眼前这些 师生关系 五融关系 都是静缘 我们要清楚 像这里分析到 朋友地位平等 平辈 只能说 以善道 引导 朋友 不能说 以善道 教导 朋友 你那个语气 有点要教他 他可能 听了就很舒服 不容易接受 所以 我们面对 上一辈 我们的父母 长者 这个叫 要用 感化 平辈 劝化 善导 之 小我们一辈 教化 但这也不是死的 他小我一辈了 可是 他十五六岁了 你用教化的仪器对他 他嘴巴翘很高了 你继续用这样 教化他 这个 你用法就用执着 他已经觉得我是大人了 这个时候你得顺势而为了 他虽然还不是很懂事 他自己要当大人 你就横顺众身心 当大人 看 这样可能才比较 好跟他 沟通 好 那论语当中也有说了 这个 劝朋友 劝君上 三次违宪 你劝太多了 恼羞成怒 有时候你生命有危险 甚至你家人都有危险 这是在古代 朋友 你劝得太平凡 不能接受很厌烦 就很疏远 所以就要掌握一个度 不能强求 那这个劝人都要注意 比方说 他对我的信任够不够 你看这都跟言语有关系 君子信而后见 未信者以为棒极也 不够信任你 你就劝他 他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 看我不顺眼 信任够了 你怎么讲 他都觉得你为他好 所以讲交情 交情浅身 能讲几分 这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好友一时无法听从 那这个可以暂时停止归劝 留住这份友谊 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来提醒 所以 亲有故 这个不只是父母亲 所以东方这些智慧 他医及一切 那个原理原则 我们说人同死心 心同此理 放诸四海都准 所以这个 这个见死根 疑无色 柔无声 态度 这个都要很注意 见不入 劝见他不是很接受 不能用劝 越复见 他高兴的时候 那个实际眼再来劝 好 像这个 在老和尚深教当中 有提到2000年 这个有一位空医法师 他受老和尚嘱咐 他们当时是在新加坡居士岭洗脚 老和尚嘱咐他们洗脚 发起菩萨 书胜治药经 主要的内容 是讲修学功夫不得力的原因 当时法师他就有疑惑了 为什么在专宏专修 净宗的培训班上 要安排洗脚 这样一步 看起来与尽宗关系不大的经典 他起了这样的疑惑了 他在洗讲过程中 慢慢体悟到一点 老和尚平时 从不批评学生 而是请出经典 一般是在讲经的时候提醒 为什么 大家都是成年人 二十岁到四十岁 一般来讲只能按事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 这也属于人情势力 当然我们有究竟观察过 真寿教的学生 私底下真心请教 老和尚一定会知道的 但是对大众 一般原则就是用讲经的方式 来提醒 他善根够了 他一听反观 对照自己 他就受用 不能接受的 也没有得罪他 所以老和尚不愿意得罪众生 也是慈悲 保留那一份缘分 接受佛的教诫 因为这一部经谈的是 不求他过失 不见事见过 亦不举人罪 你不要把人的过失给提起来 归过于失事 所以这个善香圈 时机 里面要失底下 阳善于公堂 归过于失事 离出语 迁令 言语不能恶口出语 而且不能吝啬 当舍于懈怠 修行人精静很重要 远离诸愧闹 斗闹场觉悟静 要护好自己的清静心 急静常知足 让大家在学习中 自己对照反省 从内心深处 一对照 升起禅惠心 进而改过千善 才知道 老儿上用心良苦 为什么请这个法师 炼讲 讲这个内容 我们看老儿上晚年 九十多岁 也是 祭祖法会 重要的法会当中 都会有专题的开示 比方 传统文化老师 应当具备的素质 比方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都能看到 老人家 把我们弟子的道业 放心上 观察到哪些问题 赶紧及时 归劝我们 所以 我也遇到同修 我以老儿上 哪一年的 这一部无量寿经 为修学 重点 其他的我不学 那当然 老人家在讲 一部无量寿经的时候 一定是 把他一生所学 透过这一部经 合版拖出来 我们可以感觉到 老人家的 这一份心 但是毕竟那是 二十年前讲的 往后 老人家会不会观察到 我们弟子的一些 情况 而 就好像 请这一位法师 来讲这一部经 那就是老儿上的观察 所以 可以专攻 老儿上曾经讲过的 一部经 但最好 老儿上 往后有一些 专题的开示 还是要听 不然很可能 我们后面出现的情况 老儿上 规劝我们 互联我们 我们都没有重视到 供大家参考 这也是 自己的观察体会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凡取雨 贵分小 雨宜多 取宜少 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急速已 恩欲报 怨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这个前面 提到的 何人呢 有财务上的往来 这个钱财的取雨 应当 分辨清楚 不可以含糊 你一含糊了 可能对方很在乎 可能就让他生很大的烦恼 我们不老害众生 所以金钱还是清楚为好 财务给予他人 应该慷慨 都不失 取用别人的财务 应当少取一些 那江家人 在有事 托人做 或者呢 有话要跟人家说 或者你 行 就是言行 要加于对方 有时候你一个动作 你也要注意 对方的接受度 先问问自己 是不是 欢喜接受 如果这个言行 加助于自己 自己不喜欢 那就不要去加在别人身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一句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数也 容不容 我一眼 子贡 有一天 在老师面前 讲了一句话 我不欲 人之 家诸 我也 无意欲 如 家诸 人 就是 现在这一句 地质规 结果孔子 马上抓住机会点 赤也 非耳 所谨也 你的修雅 达到 这个程度 举另外一句 论语就好了 子贡 方人 那请问我们 问问自己 人家在背后 时时点点 议论我们 我们舒不舒服 不舒服 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数 那我也不示意下 批评别人 那就不计他过了 那修养 挺不简单 那子贡还没做到 就像 这个 脾气 人家对我们发脾气 我们当然 很难受了 那 己守不欲 勿施于人 从今天开始 不对别人发脾气 我们能不能做到 把那个 别人对我们 我们很难受啊 体会的深一点 然后觉得 你看这么难受 我们也不应该 给人家太难受 所以我也听过 那些青帝朋友 比方说他曾经被人家 瞧不起 他很难受啊 他以后发承起来 我绝对不 瞧不起任何人 他人生的这个逆境二元 变成了一种力量 转烦恼为菩提 很可贵的 这很不简单 不再瞧不起任何人 有时候自己经历过 印象深 说到这个曲语 就想到历史当中的榜样 汉朝 都有圣五经博士 有一个五经博士 叫曾宇 当时皇上赐给 所有的五经博士 一只羊 安排了很多羊 让这些五经博士挑了 那五经博士 理 这个 诗 书 理 义 春秋文 那都是讲 义理的 他就五经博士 学问那么高了 结果看到羊怎么样 哎呀 那一只太瘦了 这只给你挑了 僵持不下了 结果这个曾宇 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羊群 把那只最瘦的 你牵走了 结果接下来 没有人在那里吵了 还有人提出来 是不是拿来蹭了 所以后来就 大家没有说话了 那五经博士 毕竟是名理的人 有人把对的行为 做出来了 常贵心起来了 后来这皇帝厉害了 知道这个事 封这个 曾语叫 寿阳 博士 就把他这个样板的 树立起来 我们古代这些君王 他真的是很会叫化 举善而交不能 这个都可以运用在班级当中 见人善及时起 把他竖起来 好 恩欲报 怨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我们的学生呢 他人生不可能都是 顺境善缘 他一定会面对逆境恶缘 这个就是教导他 怎么去面对逆境恶缘 那我们要教学生 首先我们自己 要用很正确的态度 面对逆境恶缘 我们才能 威威到来 我们假如 不能 很好地面对逆境恶缘 那老师的心情会不好 老师心情不好 很难不爆发出来 一爆发出来了 学生已经受影响了 好 所以 这个他人对我们有恩惠 这欲报 这个欲 那个心境就是把别人的恩德放心上 想着有机会 我们就要去报那个恩 受人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那懂报恩的人 就越来越有福报了 福田心根满 他懂得念恩 这恩田 那犯爱重 他好好深入了 他会仁爱慈悲别人 再悲一天 这个孝涕景 对人 对事都很礼敬 这就是敬天 这个弟子规 小朋友好好学心情跟弟子规相应 那这个孩子是个有福报的孩子 那愿欲忘 不小心啊 跟人结了冤愁了 假如是对方 不对 那我们能够包容 宽恕 因为不然 你这个愿留在心上 你痛苦 他也痛苦 我们别干那个 自己痛苦 对方也痛苦 我们大学知道 在明明的自爱 在清明 是爱人 所以最傻的人 就是把这些负能量放在心上 老儿上说的 最傻的人 把这个垃圾都放在自己心上 污染自己 纯净 纯善的心 这个 太冤枉了 而且 真的是对方 真的是对方不对 我们能包容 那我们忍入的功夫就提升了 而且金刚经说的 为人轻贱 你在学大臣佛法 受词读诵属经 为人轻贱 先是罪业 因多恶造 我们过去生有造三恶造的因 已经是人轻贱故 先是罪业即为消灭掉 所以老儿上面对这些逆境恶远 帮我消业障 老儿上这个都是依照 大臣经 金刚经在指导我们 这些法不容易遇到 我们能遇到了 欢喜受词 那这样 你面对逆境恶远 你都觉得 三恶造的夜消掉了 没有坏事 处逆境 随恶有 无诚会 业障竟消 人就 障碍越来越少 福会越来越增长 好 刚好也 遇到一个 同学 他说 我跟一个 朋友 十年的朋友了 结果 他有一天跟我讲 所以他这些年 有时候 有带动同学 排挤 排挤对方 那这个同学 我把你当好朋友 你只要带我 然后就 不想跟他交朋友 要跟他绝交了 那他都问我这一句 问我这个问题 代表什么 他心上怎么样 他现在还是 隔着这件事情 所以说实在的 你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是解放了你自己 你自己才能解脱 治他不恶 你记恨哪一个人 说你自己是很自在 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就看 那个烦恼的根源在哪 烦恼的根源 真的是我 为什么 很不高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起作用了 假如 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 摆在对方 那对方是什么 他良心不安 他觉得 以前自己这样做 错了 所以他才说出来 那同学说 他不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他干嘛跟我讲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事情里面 就自我的感受 自己的角度 没有办法是 从对方的角度 所以从自己的角度 很容易去见识烦恼 从别人的角度 你可能就 扩宽性量 比较能够慢慢养成 感同身受的能力 好 现在的人 活着不容易 你看现在忧郁症的人 越来越多 我们能体恒 我们能体恒现在众生 整个成长的环境 我们希望 别人不要因为我们有负面的情绪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给人家赠能量 这也是我们 对这个时代 可以净得一点力量 我们不能让这个趋势 继续发展下去了 我们要扭转乾坤 当然假如这个愿 是我们的错了 赶紧去道歉 求人家的谅解 当然 这个愿欲望 这个愿就是 赶快了 定早了 放下 忘掉这个 这个仇恨 怨恨 所以我们 说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心上还有 放哪个人 的不愉快 别干这种傻事 不要污染我们 纯净纯善的心 这个是自爱 你看我们不懂自爱 我们不容易爱人 比方你看我们心上 都摆怨恨的事情 跟你交情好的人 就受你影响 是吧 比方说 这个朋友一提 某某人太过分了 气死我了 对啊 对啊 在那里 开埋怨大会了 然后假如 你是愿欲望的 当人家在抱怨的时候 说哎呀 别这样 别这样 这样会伤身体 反正他帮我们消夜 算了 算了 你不会推波助澜 所以抱怨短 抱恩长 这种抱怨的心 越短越好 最好马上就把念头 转过去了 阿弥陀佛 就转了 抱恩长 抱达恩情的 这个心意 要长存不忘 好 那这一点 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是 零零静置 这个都是处世 的智慧 这是物造法师 谈到他跟随老和尚 从老和尚身上看到 修忍辱的功夫 老和尚离开台中联社 到台北来 因为老人家志愿 要学讲经 后来遇到韩馆长 馆长就给他找地方 借地方 早年还没有图书馆 那物造法师就已经 在听老和尚讲经了 所以整个过程的困难 那物造法师是很清楚的 甚至于是这个 老和尚 有一次 对着大众讲了 因为确实是没有 没有钱租场地 老和尚说 各位同学 明天 一定要来听最后一档课 因为我的房租 付到明天 也只剩下明天中午的一个馒头前 后天要在哪里生活 要在哪里过日子 我也不知道啊 哇 这老和尚走过的路啊 馆长的性格就是道义啊 马上就邀请老和尚到他们家住了 当然老和尚 你看 这种情况都是 请示李扁兰老师的 老师同意了 他才做 所以这个过程 不得好是知道啊 那馆长脾气不好啊 但老和尚只感他的恩 没有记他的愿 心上完全没有 馆长对老和尚的不好 从来不说 一句都没有讲 都念他的恩 那 吴达尔老师说 所有的法师讲经都讲忍辱啊 那什么叫忍辱 我们现在这个算不了什么 因为 韩馆长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 指着鼻子骂 老和尚在台上讲 馆长在下面指着鼻子骂 有时候脾气上来控制不了啊 拉着牢上的衣领啊 拉着要去跳楼呢 所以这个武道法师说 这个不是修行功高啊 这不可能 有几个法师受得了 所以这个武道法师说啊 很多人看不懂啊 离开了 离开了那个 一只善知识的应远 就流逝掉了 所以那行人看门 老和尚也有介绍 人到李秉兰老师那里去学习 那么好的善知识 但是也都离开了 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应远 得胜比 不可少善根福德应远 能够真正看懂一个善知识 依止一个善知识 这种缘分都不简单 而我们冷静看看 现在因缘不容易 很不容易形成一个殊胜的缘 但是缘很容易就 不具足了 因为缘要具缘 比方说它有十个重要的因缘 才能成 其中一个缘没了就没了 太不容易了 是非经过 不知难了 老和尚很清楚 现在的缘太难 你看到新加坡去 老和尚说 只要有两个人不同意 我就不能留在新加坡了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很殊胜的缘 有时候很快就开始变化了 所以老和尚这个表演 就是我们都记恩德 这种缘 这种情意才能走得差 假如你心上放愿了 那这个缘就开始变化了 所以曾广闲闻 相见亦得好 久住难为人 相见的时候 听得不得了 相见恨完了 结果认识的七天十天 就计他的缺点 慢慢关系就不好了 可能就互相批评了 这个团体的是非就起来了 所以只要不能恩预报 愿欲望 这个团体的流动率一定很高 你恩预报了 大家那种氛围 太有情意了 这个能拒人 都是这些挑毛病 人心里觉得 还有寒心 留不住的 人心的象背 其实都在我们的心念 形成的磁场 磁场是会感召的 我们是跟老长学的 要学到精髓 那这个财务 在这个世间是资深的必须平满 何人有财务上的往来 要清楚分明 才不会产生误会 这样会破坏了彼此的信用和情理 这个包含在 道场当中 要看老长说赞赞 佛陀教育基金会 为什么 他的账目很清楚 每天都可以对账 你建立这种财务的规范 取信于人 老长赞叹 为什么 我们要懂得老长的用意 老长在指导我们 轻盈道场 要往这个方向去 你不能老长在教导了 哎呀 我们的困难啊 什么的 你就很多理由 而且你会产生后面的流弊 可能人家会 对我们的这个信用 会有影响 其实要 什么事情都能做的 当然有客观情况 慢慢往那个方向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好 那当然主事呢 老和尚也是指导我们 学佛 首先呢 学吃亏 决定不占人家便宜 老和尚开解这个意 不语取 就是不占人家的便宜 这是意 吃亏是福 取鱼少了 不计较了 在心量大 有后福了 懂得吃亏 懂得让 让则有余 争则不足 让我们的学生 从小能建立这样的 主事的态度 好 那这个 恩欲报 愿欲望 那等于愿了 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的锻炼 我们以前传统社会 它是大家族 那你七八十人 这是少的 多了一两百人住在一起 大家想一想 把愿放在心上 你说这每天都要见面 这个家日子好不好过 不好过了 锻炼 以大局为重 以家庭为重 以和为贵 不容易放这个愿 胸道有 弟道共 兄弟目 孝在走 以父母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有爱 天下无不有爱的兄弟 天下无不和的族人 对啊 你能以大局 以父母祖先为心呢 你就不会去计较这个愿 再延伸 就到了团体 甚至到了国家 这个修养就展现出来了 团体也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小时候读过的故事 连魄跟另向 这个环臂归照 讲到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这个中华文化 国大精神 一个字里面有智慧 一个词里面有智慧 一个成语里面有智慧 还都有典故 你没有历史悠久 没有这样的文化祭奠 刚好我去印尼分享课程了 印尼三十年没学华文 所以去讲课的时候 是要透过翻译的 结果我讲到 要讲完毕归照 要讲复经请罪 讲了很长的时间 要介绍战国 你假如 我们都有学中华文化 四个字就解决了 复经请罪 那我们看到了 那赵国令向如 出使其果 他智慧双全 完全完毕归照了 完成这个外交任务 被赵王封为上清了 位置在脸婆的上面 那连婆出生入死 他觉得他的功劳更大了 你这个就是只会耍耍嘴皮而已 居然在我上面 然后就处处刁难令向如 令向如处处让着他 结果令向如旁边的人就看不下去 觉得令向如太软弱了 不过他身边的人还挺可贵的 他有说出来 你有说出来才有沟通 没有说出来 你有可能误会了自己的领导 就好像物造法师会观察 他知道老阿姨在忍辱 不然他就 比方说有人误会 老阿姨是老阿姨懦弱了 那可能他就留不住了 他又没有讲出来 那就没有及时沟通 沟通也是很重要 我感觉我们现在的人 沟通训练不够 为什么沟通训练不够 甚至现在有一个词叫色恐 要跟人家交往沟通 好像有点压力 其实沟通 我感觉 你这个跟社会大众交往 这些缘很广 你从那里投出来的 从你跟父母的关系 啪 投影出来 所以你很不敢跟别人沟通 你可能跟父母沟通 也有限 你会寄人家的愿 有可能你也有寄父母的愿 没有放下 所以人际关系 可能是一面静止 照回来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爱情者不敢不愚人 静情者不敢慢于人 我们曾经讲过七个吉时 不能使劲用背就七条 只要举一反三 那个吉时就是时机点要做出 所以即时沟通 你没有即时沟通造成误会 后面要再来讲 不好讲 即时认错 你错了你没有认错 别人就 看了就很难受了 你马上认错 人家还觉得有修养 跟现在的人还要及时睡觉 现在都熬夜 熬夜最伤自己的正气的 补自己的正气 那睡觉最好补 比吃东西还补 结果 他跟身边的人说 现在赵国受到秦国的威胁 那秦国为什么不敢进犯 那就是我们这个文臣武臣 团结 以他们两个为代表 假如我们两个冲突了 那这赵国就危险了 结果这个话传到连伯 连伯妈觉得很惭愧了 父亲请罪了 那令相鲁一看 令相鲁都是知道 连将军对国家的贡献 他心里一定都是放这些东西的 赶快就过去把那个荆棘要解下来 是吧 这都是国家的大忠臣 不会因为私人的这些愿 而忘了这个国家的大局 那连伯也很可贵 他就及时能够认错 两个人就变成生死不渝的 文景之交了 那你看 连伯对令相鲁 恶意相向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吧 现在才有 父亲请罪这个诚语 所以令相鲁用的是公心 用的是真心 逆境恶元 都转成殊胜的标法 所以我们从此刻开始用真心 我们人生就没有坏事了 那这个日子过起来 就有味道了 不是要品茶 还要品自己的人生 早上品过来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也要慢慢品出这个味道来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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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